你觉得夏天哪一个颜色跟黑色一样显瘦 但是呢它穿上去的感觉又会比黑色更有气质跟女人味 那就是葬青色 这么多年一直跟大家推荐葬青色的时候呢 我总是会听到一个声音就是 大家会觉得葬青色一难大二显老 但在我这儿它就是非常有气质女人味的颜色 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配色 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一个配色 葬青色加白色 固定的配色跟大家分享几个不同的穿法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颜色带来的魅力 葬青色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所以我非常爱用亮色去提它 不管是什么颜色的亮色跟葬青色都很好搭 然后我又想要有一点亮又要沉稳一点 所以我就跟这种咖啡色系的包搭在一起 因为我的上面其实是那种就是亚麻的衬衫嘛 不肯鞋跟它搭就很配 下半身就选择这种有点米咖米咖的裤子 我最近很喜欢亚麻一点 就是要上屋一点它也可以 然后要这种休闲一点的话它也可以 比如说这一身 你想要稳重一点点的话 这种色系 这就是上半的感觉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有一点点休闲的感觉 接下来的一个配色呢 就是葬青色跟葬色 这个是我非常爱的一个配色 因为我一般只要是葬青色 它有跟白色搭在一起的话 我一定是会跟葬色 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跟编织类型的单品搭在一起 因为它刚好葬青色跟白色已经做好了组合 所以大家就可以拿这种偏中调的包跟它背 它就非常非常的度假 而且这一身很适合大家如果是拿一个很大的那种编织包 跟它搭就很好看 还有另外一个配色就是用这种有一点点燕麦色 有一点点圆麻色跟葬青色搭在一起就特别的好看 然后这一身因为我想要感觉更不一样一点 所以我可以拿这种偏硬化一点的丝巾 然后把它当成一个腰板 踩在咱们的身上 你看这样的感觉 在跟大家推荐牛仔裤的颜色的时候 我很少推荐那种特别浅的 我觉得浅色的牛仔裤它会比较休闲 如果大家是追求那种稍微带有点气质 深色会更到位 那我们就把这个颜色调换一下 你看葬青色在上半身对吧 如果我们下半身用黑色 肯定就让我们这一身感觉特别的暗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亚麻裤 我觉得这一身真好看 腰间的话我是用这种 添的咖啡色的腰带什么的搭在一起 蓝色燕麦色再加深咖啡色之后 我们的包包是可以用这种酒红色的 我觉得这几个配色搭在一起特别好看 但大家看一下这个酒红色 它是有一点点偏棕红掉 它并不是那种红到有点发艳的颜色 所以像这个颜色就会更适合 想要沉稳一点的感觉 颜色就是这样子 你的颜色不变 稍微把穿法一换 咱的感觉就不一样了